一斯大Pro4比0佛山GK 一局比赛让GK看到6比0属实罕见 之前的TCG都没这么惨 GK到底被一斯大打得有多惨呢 昨天王哲挑战准备 第一支禁忌总决赛的队伍诞生 一斯大横扫GK轻松拿下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斯大的统治力 反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GK与一斯大的断层差距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局GK犹如一斯大紫阳所言 野区绝生死谁活着谁就赢 我想对佛山第二局GK的兄弟们说 野区绝生死吧 谁活着谁就赢了 果不其然 佛山GK确实要做 而作为一斯大早就做好了应对 明知GK会来反野的化害 直接放弃打篮 随即一斯大中辅拉扯 等边路猪八戒赶来后 一斯大形成包夹指示 一波一放二还抢回了蓝马 GK大赏 紧接着GK再次入行失败 上野被杀2-0 比上一波还溃 导致之后GK的团战绝对败退 12分钟一斯大掏出GK8000经济 直接杀人推塔一气合成 这波上高将人头和经济再次拉开 18分钟一斯大一争 被GK抓住机会击杀 GK这波终于打赢了 拿下双龙稳了一波 可在风龙团战决胜举持 GK优先站住视野开龙 由于被一斯大拼命拉扯 风龙迟迟未能拿下 最后虽然蓬蓬的梦琪抢下龙王 但圈人血线实在太低 结果一斯大一波团面GK先下一场 第二局虽然一斯大前中期 有经济和剑塔的优势 但GK也打回了两波团战 可惜却败在了最后的团战 而在GK被击败的试剧里 第三局是最惨的 开局本以为橘子加八戒 打吕布和苏联没问题 结果却被两人极限反杀 之后这局就变成了一斯大的屠杀局 频频暴团入境 让GK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最终一斯大碾压GK三平来到赛点 来到结算一面 我们离奇的发现 一局比赛一斯大让GK竟看到了六个零 这就是所谓的玲珑塔 属实罕见 不得不设 全国大赛的TGG上一场打一斯大 都没这么惨 探蒙了所有人 双方依旧是断层的查局 最终武汉一斯大Pro 灵魂了佛山GK 形成晋级挑胃的总决战 不出意外的话 会与北京微博 争夺挑胃的总冠军